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连续第五个月下跌 商务部说现在是一个调整期 相信中国FBI未来仍然会保持增长 另外有报道指 多个地方政府已经准备好开征房产税 首先会针对商业性的物业 之后再逐步征收住宅房产税 内房股今天都普遍向下 最后中资电讯股方面 中移动上个月的3G用户上客量有超过371万户 联通新客超过320万户 创了历史新高 而iPhone5今天正式在内地接受预订 中电讯和联通就成功抢饮头淡汤 今天我们的嘉宾请来Kids Kids 你好 卡卡 你好 先看看10月份FBI继续下跌 是否因为欧美的经济不云 所以影响了外资 不会流入亚洲区 我想是这样 10月份的数据其实都反映了几件 欧洲那边第二季经济不太好 可能其实欧洲那边资金都紧绝 可能令到亚太区或者中国的量较少了 第二件事可能是10月前 其实内地的政权仍在交替 市场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在 所以可能反映了数据 就是这方面的忧虑也会在 我想未来的FDI数据可能会好一点 但唯独增长率能够回前两三年的水平 我仍然保留着 因为老实说 为什么呢 我相信FDI可能未来几个月会见底 但是回复一个大增长 可能还会有很多因素 第一件事先考虑一下 现在内地不停地推行工资 最低工资 或者增加工资 或者开始一些环保费等等 其实他们低成本的吸引性已经低了 对一些外资来说 你说未来可不可以再吸引一些 外资流入去做生意呢 可能这个会值得考量一下 其中一件事就是 内地究竟能不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 令到一些产业升级呢 即是令到产业的技术含量会高一点 更多一些高端产业会流入去中国呢 这个也要考虑的 因为其实一见到近这段时间来说 比如东南亚市场 都是对中国的一些低端产业竞争都挺大的 都抢了去不少的这方面的资金 我想这方面来说 看回来的两个月左右 开始这个集合评审台之后 他们会随随随随随 可能开始制定一些经济的方案 或者未来的五年计划会是怎样行 我想这方面投资者会慢慢留意一下 有没有哪方面会针对吸引海资那方面的流入 即是FDI呢 未来应该都会升上的 但那个增长未必好像以前那样 对了 但看回内地这一排的出口数据 其实都做得挺好的 持续有个改善的情况 那为什么FDI呢 会调转是跌的呢 我想最主原因就是 刚才这么说 内地虽然现在稍为正确稳定 但始终到了大家都在枯望 可能会有改革的 但问题始终暂时来说 都未见有很明显的方向出台了 始终外资对于现在的情况来中国市场来说 可能都会有一个担忧 可能现在又加上了 其实成本越来越贵了 资源价格又不太便宜 其实等等的情况之下 可能吸引力都会是比较低一点 所以来说外资暂时 可能会有观望状况 大家都比较谈慎一点看定点 好了 现在来看回大市了 恒指先升后跌 明明高开215点 最后跌了33点 收报21,228点 成交有485亿 为什么又会倒跌呢 怎么看今天恒指的表现呢 这个挺奇怪的 因为其实看到昨天美股不错 但今周恒指承接昨天美股的走势 但老实说好像维持不了 原因就是内地市场仍然比较疲弱 因为始终市场预期就是 本身打算政权交接已经很顺利 所以政治上不确定性已经完全不好了 但见到A股市场仍然没有什么气息 所以对近这几天港股市场来说 都会有一个挺负面的影响 我想投资者短期来说 可能港股市场的走势都会比较波幅一点 第一来看回外围经济状况 最重要是看回内地 究竟对未来五年或经济取态是怎样呢 我想投资者可能要留意 十月十五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可能开始讲回未来的经济取态是怎样 尤其是在楼市或者一些流动性 或者借贷方面 贷贷方面会否有指示性 货白政策方面有指示性呢 我想这方面可能才会有点起色 那你对未来的走势有没有信心呢 港股会否在哪个区间培回 我想暂时在11000点附近 或者培回机会比较大 暂时港股也不会看得太淡 在技术上它的长线走势来说 仍然保持上升 其次一件事 始终现在很多股票的估值都不贵 我想相信市场仍然很热冲 去炒不同落后的板块 我想暂时看回港股市场 暂时中长时也不会看得太淡 好 接着看看个别板块 先看一些内房 有报导说 多个地方政府已经准备好 就是征收房产税 如果真是城市的话 征收住宅房产税 对于内房股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呢 先说一说 其实征收房产税已经说了很久了 但其实现在无论业界 或者各个行业 都有不同意见在这里 都挺大分歧的 因为正说征收一般商业的房产税 但老实说住宅方面仍然有很多分歧 主要原因是怎么征收呢 征收哪房 是不是每个人都征收呢 还是有人针对 可能征收一些比较富有阶层高端的住房 豪宅 或者征收有超过一套房以上的房产税 这方面其实还没有定案 老实说 还有市场是否一定 当然预期之内 就是可能征收房产税 对于物业销售可能会有影响 但其实看回内地市场未必对这件事很负面 为什么呢 大家觉得现在征收房产税 就是很明显表现中央 希望用行政的调控手法 慢慢转向市场的调控手法 去调控内地的楼价 其实实说 会不会大家预期 一旦走到房产税 其他一些行政上的调控 例如一些比较严厉的限扣令等等的措施 会不会撤走呢 其实对于内房股未必真的这么淡 又像刚才说 如果它只是征收第二套房 或者是豪宅税 其实对于一些内房股也有回旋空间 比如你征收豪宅税 那我就可以建立多一些比较平民的住宅 其实对它们的盈利是否一定影响呢 我觉得未必 但是内可短期来说 内地房地产的行业 都会在政策最针对的 其中一个注视点 我自己的建议投资者来说 都不要太过心急去入市 就算入市得好 注码不要太过大 因为现在只是在赌注政策怎么行 我老实说 其实现在可能国内市场 在这方面的分级这么大 他们自己都未必猜到 政策会是怎样向下 也要看政策的详细情形 是怎样推占才有这个决定 看到今天内房股 也是普遍向下的 好像中海外 华洋之地 恒大都是跌 唯独是雅居乐就升了1.4% 其实会不会说 当初有哪一种是受的影响是最大的 最稳定的呢 我想都是看回 反而可能在那些二三线城市 那些注目的房地产商 可能那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 尤其刚才说 现在最大机会 可能向高端住宅那边的证数 真的挺重的 可能对于真正的发展 比如豪宅 或者之前买了很多地王的发展商 这些来说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